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好像爱上做饭了 什么我爱上做饭了 事情太难了 你什么呀你 你不做的咋办了 饿肚子吗 我觉得你比以前变化挺大的 你原来的时候一做饭 你看你左不情愿 右不情愿 你现在做饭有些时候还哼着小曲 唱着小歌 我觉得做饭就是一种享受 那你就在这尽情的享受吧 我一万个支持你这种享受 今天做啥饭 抱草一个肘子 肘子你看刚把这个肉剔下来 抱草让它好吃 再炒个豆腰 你把那个蒜给我弄一点 不要光蘸那里吃 啥都不管了你现在 光等着吃呢是吧 哎呀做饭嘛 你不是说你做饭是一种乐趣吗 一种享受吗 我让你享受享受呀 是吧 我们还剩下一个肘子 我炒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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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那个 不放一点什么多瓣酱呀 和干辣椒啥的 米果吃不了呀你老子 你这个米果也吃不了了呀 这么多肘子 这个肘子不辣 没事 炒个豆芽 不错嘛颜色 两个菜够了吧 够了 穿下这个粥子好不好吃啊 你爸炒菜好不好吃一碗 好吃 我都不敢吃一碗 嗯 米果还可以 其实这样辣椒好吃 嗯 嗯 就是为了米果不敢放辣子 跟方便炒的一模一样 是吧 嗯 发现这一个疫情 在家呆的你好像也爱上做饭了啊 那没办法呀 在家呆的没事嘛 时间也多了 然后就琢磨着弄点吃点啊 这挺好 真的挺好的 而且有些时候觉得啊 男人做出来的饭 还就是比女人好吃 我已经明白妈妈的意思了 那你说你爸做的好不好吃吗 非常的好吃 嗯 嗯 是进夸完你们的啊 我咋觉得这几天 我有一种感觉是吧 嗯 感觉 我就这几天 我才感觉到 找你挺幸福的 做饭就幸福了是不是 不是 又贤惠 就是又顾家 又平时又做饭 而且还有些时候还能搞笑 不来在家就着急这段时间啊 我早就得说吧 你找上我身体的福气知道吗 以前不是 但是我这个福气也来就毕呀 是我经过了多少的努力才得来的呀 是你上一辈子经过你的修行 才努力来了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说你 今天就做 在那吃 在那做饭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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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他就是什么辣子 炒这个菜你就切碎一点你知道吗 你切那么大干嘛 然后他这样说呢 就是为了省事我看你是 切那么大干嘛 你是不是为了省事 然后我就不想理他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就过了就完了 他说看 说到你心里了吧 你就不吭声了 你说多黑 本来就是为了省事 切那么大 他这种口气和说话的方式 就是以前我的说话方式 我发现这个人啊 就是在家里面待时间长了 在厨房如果做饭时间长了 就都成了 咋说的那个 事儿妈了都 就爱叨叨 真是这样的 你把这端过来干嘛 米果要啃这个 骨头它啃不啃 嗯 它待会啃 嗯 这肘子还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 嗯 自己卤的 然后呢 放到小冰柜里了 这次就是 封闭在家 就开始到处找吃的 就把它给翻出来 一直冻着呢 挺好的 里面是没味儿 只能爆炒 嗯 你吃完 你咋不吃掉 我还怕拉肚子 吃瘦子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我就不能吃肉 也稍微带点肥子 那更完蛋 这玩意的小啊 你这这家碗了 嗯 能干就能吃啊 这玩意太小了 你得都跑跑了 不吃 吃 吃赶紧啊 不要浪费 吃点瓜 够够 够 够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家三口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长按点赞 想念的推荐 好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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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